交通新制今年6月30号正式上路 违规祭典有新规定 因为没有办法确认违规驾驶与车主是否为同一人 因此多了交通违规祭典转移 就黄牛看准了这个漏洞 可以帮你找人头转移 代办费喊价从2000到3000元都有 交通裁决处就发现短短4个月之内 有高达将近20万件的申请案 律师就提醒代办转移祭典到非驾驶人 已经违反了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实际交通黄牛转移点数 驾驶人违规祭典 居然可以拿着别人驾照证件 轻松完全转移 实际打电话询问郭真友专人服务 就是带证件 驾照 身份证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驾照 行情似乎是随便喊 今年6月30号交通行制上路 民众进行检举也纳入祭典制当中 不过因为无法确认违规驾驶人与车主是否为同一人 车主可在35天内申请交通违规祭典转移 黄牛看准这规定有漏洞 尤其对职业驾驶影响最大 就专门收取代办费大赚点数财 转移点数一点从2000喊到3000都有 如果是更严重要被调扣驾照 4万块钱就能帮你处理到好 只要签署了假合约就可以顺利完成交通点数转移 台北市交通裁决处统计在今年6月底到11月23号 申请转移驾驶人件数逼近20万件 相当惊人 这漏洞被视为是替黄牛开后门 靠转移点数还捞一笔 那如果拿那个一般驾照去做这样顶替 这个马上就可以查得出来 律师也强调代办转移点数到非驾驶人上 已经违反使公务员登载步时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提醒您可别听而走险花了代办费 最后可能吃上官司 记得王翔周仲林台北报道